一个执着发明创造的父亲 我的产品是成功的 所以我就要宣传 一个甘愿辍学跟随父亲的儿子 在北京干什么呢 宣传的专利 一段长达六年的美漂生活 前期我宣传了三年 后期我儿子就跟我宣传 天天在那吃苦 连一分钱都挣不着 为原父亲梦想 打工赚钱养活父亲的儿子 背负着怎样的重担 你会不会帮爸爸实现这个梦 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父亲 以心追梦的父亲 面对父亲离开的儿子 又将表达怎样的建议 我决定放下我的一切 去打工赚钱为你去跟随 主要是梦想坚持下去 5月10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位农民发明家的父爱 有请主持人 屠蕾 真情致见 重新开始 谢谢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屠蕾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好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老师 这分别是著名的心理专家 白艳怡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史淑思 青年演员 管乐 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就不让我儿子读书了 下来推广我的产品 我儿子已经陪我吃了三年苦 我们平时没有住的地方 只住在地下道里 吃饭更不用提了 平时只是一个馒头 一个饼 没有菜就 想想我真有点对不起他 这些年觉得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我就想对儿子说 对不起 老爸耽误了你 这老爸看上去年纪不小啊 满头的白发 但是心中还有梦想 到底有什么样的梦想 和儿子的道歉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掌声有请被道歉人 儿子刘东来 两个手一叉 特生气是吧 特愤怒是吧 告诉我 你是叫刘东来 是的 是吗 多大年纪 18 你怎么一上来就怒气冲冲的呢 我和我爸 在北京宣传了三年的专利 但他过得实在是非常苦 有一次我买馒头 不是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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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 馒头掉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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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说话也这样吗 紧张的 你是虚张声势是吧 放轻松一点 刚才影片当中爸爸说对不起你 你觉得爸爸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有 他常常在外面打工 小时候我成绩考好的时候 他一年没来几次家来看我 你刚才说吃馒头干嘛 在北京这么多钱是没有钱的 我就买了馒头吃了 馒头不小心掉地上去换 结果买馒头老板不给换 我都心里觉得非常难过 那馒头吃了还是没吃呢 吃了 吃了从地上捡起来的馒头 是的 所以你感觉到自己很委屈 觉得本应该日子不是过成这个样子 是这个意思吗 是 你这些年都是跟着父亲在北京是吧 对啊 三年 在北京干什么呢 宣传的专利 宣传他的专利 对啊 你正好是读大一的年龄 是的 他为什么不让你读了呢 觉得我在学校的成绩不好 我觉得家里没有钱了 所以让我退革了 你觉得爸爸是耽误了你什么 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四千的 你回江苏了 江苏四千的 你没有跟着爸爸在北京了 今年没有 那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回来 不跟着爸爸呢 我觉得跟我爸天天在那吃苦 连一分钱都挣不倒的 日子过得很落魄 是的 你妈呢 被我爸给打跑了 离婚了 你看这个孩子的表达是有问题的 他其实年纪也不小 他十八 但是他的话语的节奏和情绪 他自己无法控制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愤怒 你觉得这个爸爸称职吗 不称职 是个好爸爸吗 不是 那还认他吗 必须得认 这个还是有底线的 这就看出了他的可爱之处了 那你今天来干嘛 你今天是来接受爸爸的道歉的 你接受吗 他跟他爸长得好像 长得特别像 刚才你看了VCR 你跟你爸长得像吧 像 我特别不明白的一点 那馒头掉地上了 为什么是你吃不是爸爸吃呢 这父亲到底做了什么 这儿子变成今天这样 我们掌声有请父亲 刘洪辉 你看看 长得像 真的好像 像不像 说你们不是父子都不信 是刘洪辉吗 对 是 您高寿啊 我今年48岁 我的天哪 48就老成这样 最近主要研究这个产品 研究什么产品 能源气体活化仪 它是一种器具 把酒精转换成清洗 你燃油燃烧 它主要是减少 雾霾和淡化物 这是好东西啊 你研究出来了 研究出来了 专利申请了 申请完了没批下来 还没批下来 你就指着这个 发明研究吃饭呢 我是属于 边打工边研究它 后期我就是 全新投入这个产品 你现在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得快细离子散了 老婆走了是吧 你儿子现在也不搭理你 是吧 你不愿意搭理我 是吗 你看你闹得个孤家寡人 你发明这个东西 有什么用呢 你现在人在哪 他现在在江苏宿迁 你在哪 现在我也有时候回宿迁 有时候在北京 你为什么要到北京 我就要宣传的 宣传 但是你的专利还没下来 专利没下来 现在我就要宣传的 因为什么 我有一个梦想 就要把它成为现实 投入生产 对 投入生产的前提 是要有人找你合作 对 你要把它给卖了 对 然后卖了以后 就能改善你的生活 对 是这意思吧 能改善我们现在的状况 那现在进行到怎么样了 在北京宣传有效果吗 当初一开始 我在宣传完之后 没多长时间 就要出 两千万元人民币 有人出两千万 给你合作 跟我合作 然后之后呢 后几年他就不跟我合作了 为什么呢 我问他了 然后他就不给我回电话了 有这事吗 有 爸 不是我不相信你 是你两次都没有成功 专利局申请 你都被驳回了 为什么会被驳回呢 究竟是什么驳回的 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使用当中 是效果特别好 那现在专利都下不来 你宣传它干嘛呢 只要我想达到目的 我会不去一切代价的 要把他这个事情 要给他完成的 是 我知道你是个 有毅力的人 你是什么专业 我是农民 你没读过大学 我没读过大学 也没读过高中 也没读过高中 也没读过小学 读过小学 读过小学 那你怎么知道 研制这个呢 两千年 我带着我孩子上江苏 投奔我哥哥 为什么要投奔你哥哥 我哥哥有个固定职业 然后之后呢 我把我的孩子寄托给他 然后我就出去打工 在打工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的农民 在进入的建筑行业 和那个装修行业 就是技术就是不行 就不低人家 人家给的工资就是低 干的那活是又脏又累 有多少钱一个月吗 有活是就只要你干有钱 那不都是这样的吗 没有活是就没有钱 那也就是说 你自己都养不保自己 然后你给家里打钱了没有 有时挣着钱打 有时挣不着钱就不打 打得多还是不打得多 不打得多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孩子在江苏肃贤 一直是你三哥帮你养着 对 你有几个兄弟啊 我有三个哥哥 我是最小的一个 你混得最差 以前我比他们强 86年刚分队第二年 我就开拖拉机 我自己买拖拉机 买拖拉机好了不起吗 86年在我们东北 很少 86年 86年三月会儿 我花了5914 买了一台 长春拖拉机 5914买了拖拉机 在当时在家里是个大家伙 在我们村里 300来户人家当中 我是属于第三台 特别牛 也可以那么说 那后来怎么就不牛了呢 后来就见面的 就有点落后了 家家都可以买的 从那以后 我就尝到超前的钱头 还可以带着利润 你得到了超前的滋味 对 所以后来你不是要超前了 你是要超前 超前 超超前 所以我总有这个想法 总有这个想法 人都是 你是不正案的吧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问你呢 现在考虑起来 这个梦想没有实现 也就是没有意思 在这些年打工 你我问过我的感受吗 你都没顾及我的感受 有时候你来一趟家 我晚上经常问我爷爷 你什么时候来家 什么时候不来家 爷爷经常都来敷衍我 说很快都来家 明天都来家 就这样一年度过 你有时来家一次 也没说能给点好东西 买点新鱿 能买点什么玩具之类的 你却没有 做到秤之父亲们 就在我伯父家 我有时候新鱿 还是我伯母给我买的 那时候我就忙于研究 痴迷于指向的技术 所以我顾虑着 对你的关系关怀 觉得很对不起我是吧 我十个月 十个月把我妈把我生出来 你天天打大骂她 就这样被人家打好了 我问一下你老婆呢 我老婆在27岁就走了 为什么走了 家庭各方面有些小矛盾 然后就发生一点冲突 她就走了 发生什么冲突 卖粮食的时候 跟人算账的时候 有时算差了 我就觉得不对 然后之后又找那个人 买粮食那人就走了 然后之后 我们就发生了点冲突 然后之后就打了她 然后之后退去走 你打了谁 我打我的老婆了 你打你老婆 就是因为卖粮食的事情 你打你老婆 对 爸爸经常打了 妈妈吗 我十个月大时 他把我妈给打跑了 我连我妈长什么样 我都没见到 你十个月打了那才 你妈就走了 你经常打她吗 有时发生矛盾的时候 也不经常打 她打你吗 她有时也会一下两下 但是我也能忍过去 她是离家出走了 还是你们俩已经离婚了 她是离家出走 你们现在还没有离婚 现在有她的下落吗 以前有 她要孩子照片 然后我寄给她了 我寄给她完之后 她就说 叫我再寄给她600块钱 我说我先寄给你600块钱 她说她要回来 我说回来呗 然后之后她就再没有音讯了 到现在为止 有多久没有联络了 18年就没有联络了 你没见过 没见过 从没见过 然后在时间回到你做建筑工人 你说没有技术 对 那你什么时候在外面 从做建筑工人开始 有了想要研究这个专利的想法呢 2004年体验出来 这种生活养活不了家 所以我就开始发奋的研究 买个高中书 初中的科学科技书 从事研究这行 我有一点特别不明白 就是一般的人来说 在穷困的时候 只有多接活 学技术慢慢赚钱 你一个小学毕业的 你怎么会去想着 去研究这种很复杂的物理 化学这种专利呢 我86年 我就开始从事 有些就是有超前的想法 你一直都想发明点什么 对 就原来在地里干活 或者是在农村的时候 也天天想着想 能发明点什么 对 一直有这个爱好 对 是吧 然后这一次因为没有技术 所以挣不到什么钱 更加是萌生了 你想要发明这个 改变生活的想法 对 是吧 从高中开始学起 那从你开始 想要研究这个之后 到你研究出来 想要申请专利 这有多长时间 2004年就开始研究 2004年到 2011年就开始申请了 到2011年 一共是7年时间 你在外面边打工 边研究这个 对 当中所有研究的一些费用 也是自己打工的 对 挣了钱 花了多少钱大概 三四万块钱的 那这期间 你往三哥家 给孩子寄了钱吗 有时寄 有时就不寄了 2004年到2011年 这7年间 是你的中学还是 小学 你04年多大年纪 五六岁 11年你就差不多 十二三了 是吧 你一直在三哥家 是 你也见不到爸爸 爸爸回来 很少回来 他一年回来几次吗 一年再过年的时候 也很容易 都回来一次 也就是说你又没马 又没爹等 是吧 一直是跟着三爸 有的时候连一块新衣服 都没给我买 那你那个三伯 怎么说你爸呢 三伯不同意 他这个申请的专利 因为他觉得 他这是在胡思乱想 觉得他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胡思乱想 三哥也不认同 你的这个所谓的 发明想法 对 那我问问你 你在外面 为这个发明 你都花了三四万块钱 你给他寄钱 有三四万吗 没有 那你没有做到 一个父亲的责任 但是有时候 我就寄寄 有没有钱的时候 我就实在没办法 不是 关键你是个父亲 到底是发明重要 还是孩子重要 还是孩子重要 所以你把孩子 扔给三哥 那你成了别人的孩子了 你没有履行到 做我父亲的责任 好吧 即便是这样的付出 如果能够有成果 也是值得欣慰的 你研究出来了吗 我研究出来之后 我就直接申请了 你去哪里 我北京 去北京 专利局 去专利局申请 直接申请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 我一个人 申请成功了吗 受理了 受理了 但还没有批下来 还没批下来 受理了 那你就让他受理呗 然后你接着干你的活 挣钱养家呗 养孩子呗 我也是边干的 孩子边对这个产品的宣传 你不宣传也不行 你在哪儿宣传 我在北影 北影制片厂门口 对 那不是演电影的地方 你跑那儿宣传这个干嘛 那是人多 那人多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又不是说 是一个市场 你跑那儿宣传 跟你的产品没有关系 因为那有人气 别的地方没有 你来来来 你怎么宣传的 你给我模仿一下 怎么宣传的 这就是北影门口 这就是北影门口 我这种产品可以解决 弹氧化物和暗氧化碳 问题 可以解决燃油成本 降低40% 有人搭理你吗 没人 那当然了 人都是群演的 敲地你也不会挑 回去吧 就这样宣传 宣传了多久 我前期我宣传了三年 后期我儿子就跟我宣传 你为什么要让他来 跟你一起宣传呢 他在我身边少 在他博物家 也不舍得管他 就这么孩子 就教生奔养了 在学校的时候 跟人发生点冲突 这些事情在烦我 然后我就叫他 停止学业了 这种情况 同学骂我是没有妈生的 所以跟他发生了矛盾 那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一般的 老师把我爸给请回来 我爸结果说我成绩不好 那一般的你干嘛让我退学 你是什么时候退学的 2014年 初级啊 初二 你舍得吗 不舍得 那你为什么要退呢 我爸觉得让我跟他 宣传的专利大有前途 不是 你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初二的学生跟你去宣传 你的专利 不让他进行学业 这什么逻辑 因为我使用 他的效果特别好 那也是你的事业 又不是他的事业 他要读书啊 我就是管不到他 所以我就带到我身边 你管不到他是你的责任 你没有陪在他身边 而且你自己直读了小学 没有读初中 没有读高中 没有读大学 你更应该希望他读下去 你怎么能让他中读初学呢 我也觉得对得住他 好吧 15岁的孩子跟着你 跑到北京 没招没闹的 你也没有稳定工作 你就让他跟着你 到北京几乎是流浪 那时候就是 每天就是跟我来做宣传 那你哪来的钱吃饭呢 到北京几乎 他们有个叫人的 三十块钱一天 一天一天 谁演 你演他演 他去 我就跟他宣传 他去 你还执着于宣传 对 你演什么呀 路人家还是匪兵姨 过路的 有台词的 没有台词 就是说一声谢谢 好玩吗 不好玩 愿意干吗 不愿意 不愿意 那你干嘛去干呢 你不会跟爸爸说 爸爸我不想做这个 我想读书 那也没办法 没有钱 最后不乐意干了 那就是说孩子 去做了一件 自己不乐意的事 就是群演一天 挣三十来养活你和他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我们的生活费 你为什么不去干活呢 你让了一个 十五岁的儿子 来养你 我可能做宣传 你做过 你宣传啥呀 有用吗 你专利都没下来 他在北京跟着这样的日子 过了多久 过了多久 过了三年 就到现在 对 到2016年 对 三年 都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居无定所 你们住哪 就住在那个 北京下面的能够过道 就睡在过道 一下十 一下通道 没有被子 人家的时政 那个垃圾桶的广告牌 给拿来 就扑上个躺睡了 天冷天热都这样 我问你 你觉得爸爸说的 这个宣传这个事有戏吗 我觉得 还是没有的 在北京那个地方 天天宣传 没有人理 没有大爷 无济于事 是宣传没有用 还是产品本身有问题 宣传没有用 产品本身还是有用的 那你干嘛不坚持下去呢 你跟他换个地方 宣传不就是了 你干嘛回宿仙呢 人家在一起 太受苦了 天天看着那些 冷漠的眼神 都受够了 我都自己独自已经回了 谁给你冷漠的眼神 过路的人 他干嘛冷漠的眼神 看着你又没吃他的 穿他的 人觉得我和我爸 是个傻子 那你觉得 你们俩是傻子吗 或者说你们觉得 你们这个行为很傻吗 我们这个行为很傻的 很傻 所以你不想再这样傻下去 回宿仙吗 回宿仙找房间打工的 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找到的 一个月多少钱 2002 干什么呀 我个店打吧 当服务员 对 那你的钱挣了 会寄给爸爸吗 爸爸在北京 有时候我爸要缺钱 我可以寄给他 不错 这点为他点个赞 现在他走了 现在你一个人 孤家寡人在北京 是吧 有人找你合作吗 还有一个 200万要跟我合作 200万找你合作 对 有戏吗 后来跟我联系联系 他又没戏了 你对你的产品 还是很有信心 是吧 但是问题是 到现在专利 之所以受理了 还没有下来 一定是有他其中的原因的 我就问你一点 如果这个专利 就是下不来 你的这个梦想 就是不能实现 你还过日子吗 我还得过下去 你还得过下去 你还得跟儿子 一起过下去 对 你觉得你每个月 拿着儿子 给你吃饭的钱 你觉得羞愧吗 我也觉得对不住他 但是你现在 就是指着这个专利 希望他能够改变一切 以前还是抱着这个梦想 现在呢 现在的六年当中 我真是有点 有点心寒的 对这个产品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道歉 为了对不起 对不起谁 对不起二人 对不起他 你为什么想到 今天才来道歉呢 什么东西触中你 由于这个 这项专利 始终是没有过 批下来触动了我 绝望了 觉得在专利和 父子之情 选择之间 你觉得父子之情 还是最重要 是吗 对他教育和帮忙 也是很重要 如果明天专利下来了 突然有人找你合作呢 找我合作 我都得选择 同时我就不叫他去读书 马上就叫他读书 他都上班了 你还叫他读书呢 上班下来也得读书 这会读 接着继续去读书 因为没有文化 还是不行 为什么没文化不行 你没文化 你都发明出了专利 我是现在这个市场 特别竞争力 没有文化 你根本就不行 冲突不了 没有超前的思想 你就永远落后于人 你爸爸想通了 你高兴吗 高兴 你觉得他是真想通了 还是因为绝望 他是真想通的 如果你有200万 你会跟爸爸合作吗 会支持 知道他这个东西能使用 如果他不使用呢 你知不支持 如果你明明知道 这是个错误 你会不会帮爸爸 实现这个梦想 也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我父亲 儿子想用自己的方式 来为你那个 所谓的梦想买单 你是应该想明白 你看你的一大把年纪 头发都快掉光了 对 这个非常符合一种心态 叫发明家心态 专门有这样的一种 心理状态的 这种心理状态的人呢 他的世界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用各种的方式 来去证明 我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那么在这种 心理状态的这种作用下呢 我们通常会屏蔽 所有的现实的客观呈现 也就是你的专利 是不是真的能够 被称之为科学发明 你是不是有价值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的行为 是不是带给家人 有这样的一个 能够有快乐的一个感受 这些所有的 现实层面的东西 你都不会去在意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这个男孩子 特别心疼 对爱的那种渴望 让他能够牺牲自己 来去成全爸爸 其实他所有的行为 都是想向这个爸爸证明 我比你那个 所谓的发明更有价值 我才是你人生 最大的财富 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 转到我身上来 能够爱一爱我 能够感受一下我 这是儿子 他最真实的一种情感 这个真的让 让我感觉到 特别的心疼 自己没有 很好的生存能力 自己得不到保护 得不到尊重 要飘国 没有家的感觉 这对于一个 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耻辱 而这种耻辱 为什么他愿意背负 只因为他对你 这个父亲的爱 所以如果今天刘先生 你不能够去读懂 儿子的这样的一种 表面上呈现的愤怒 背后呈现着一种 对父爱的期待 我觉得真的挺遗憾的 你的儿子非常非常的懂事 他为什么有这么 艰难的一种表达的状态 是因为他缺乏沟通 没有人真正地去感受过他 也没有人愿意去跟他 近距离的交流 你忽略了你身边 最大的财富 我们的大宝贝儿子 可能爸爸忽略了你很多 但是啊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有谢谢你来了 他会想到这样 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去跟你道歉 你已经很懂事了 继续地理解爸爸 爸爸既然跟你道歉了 我相信他肯定是 想到亡羊补牢去弥补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再给爸爸一次机会 去让他去弥补你 一个卑微的人 活在生活的底层 想改变人生的命运 这样的初衷 无可厚非 怀着非常非常美好的梦想 但是我要有一个 重重的提醒 别烧伤儿子 老婆都被打走了 还有个儿子 你的梦想不能拿这些东西 做赌注 金山银山 扬名立万 都不如你失去的儿子重要 另外我觉得 你真的需要感恩一个人 就是他的三伯 替你家儿子的人 他提供的一个模板 不是那么光彩照人 把他普普通通 实实在在 宛如我们很多人 内心 向往的生活一样 所以我没别的好说 都只祝福你一点 梦想 你实不实现 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们对于每个人的梦想 都要有尊重权利 不管它是荒诞 不经的 还是有实际意义的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你既然生了儿子 你就得养 你生而不养 就枉为父 你要是冷漠无情 你就枉为人 行吗 谢谢你来了 儿子 我爸对不起 这些年来 实在是愧对于你 这些年来 对不起你 我对于你的教育 和生活方面 都没有关回到 我决定放下我的一切 去打工 去攒钱为你去读书 要改变这种生活状况 直到你读到大学为止 请转动 引物传送带 来看看你们是什么吧 楼子都已经开了 好 什么呀 化学知识大学 化学知识大学 你喜欢这份礼物吗 喜欢 为什么呢 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礼物 你会看它吗 你会看吗 会看的 你会看 认真看 认真看 现在 来来来 到这儿来 到这儿 来吧 让我们一起看看 两人长得有多像 初中化学 高中化学 轻能技术 这书你都看了 都看了 看得懂啊 看得懂 这里面做了好多笔记 你呢 好好工作 如果真的想要读书 在有了好的工作基础之后 去进修 至少要读个高中文评 或者是大专文评吧 明白 好吧 现在你爸爸走吧 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儿子 我爸这些年 实在愧对你 我决定放下我的一切 去打工 暂且为你去做 对不起 这个儿子身上其实有点让我钦佩的是 他从始至终坐在这儿 他没感觉到有一点丢脸 他没有感觉到父亲在位给我丢脸 他最后还一人只牵着父亲的手走 换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会觉得太丢脸了 我来都不会来 你看父亲说的这些的话 哪里是像一个正常生活当中的男人 所以说我想如果他的儿子对父亲依然有这份关爱和坚持的话 我想他们应该或多或少在生活当中会得到一些慰藉吧 如果你有任何对不住的人想要说声感谢或者是道歉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你面对一切 我们下期见 会见不散 她是父亲 在女儿眼中 她却需要细心呵护 我爸属于24小时不能离开我 她是女儿 在父亲心中 她却为暗如山 我女儿三岁 高岛路 你给我为爸 二十二年 她用自己的双手续写了父亲的生命奇迹 我爸我昂如青凶的在大街上走 我感觉我特光荣 二十二年 她寸步不离地守候 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却撑起了父亲的天空 这么多年爸爸多利益 太多太多了 如今 以为人母的女儿又将突入怎样心生 都是我应该的 你是我爸 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一份来自父亲的礼物 又将表达出多少歉疚和痛爱 5月11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来自亲情的力量